本土剧《女星爽辈搭闪鲜肉男》问你是学子黄莹吗?苗球爆! 女星李亮锦今年来走红本土剧,一头俏丽短发,瓜子脸蛋辨识度颇高,佐她却吃扁被无认成台北市夫妇发言人学子黄莹,让她当场脸上三条线。 李亮锦在脸书分享被无认的糗事,她表示开车出来加油,结果加油站的员工一直盯着她看,还窃窃私语的微笑,李亮锦窃喜应该是被认出来了。 后来对方鼓起勇气跑来问她,请问你是学子吗?让她黑人问号,回说,哈?此时心中冒出oprating system,我都毕业几万年了,还有那么年轻的学弟认得我。 结果对方不问一句,你是学子黄莹吗?这时李亮锦才议会过来,尴尬笑说,呵,我不是对方还哦?来一声,失望而回。 虽然被无认,李亮锦然大方称赞,学子比他年轻也比较美。 网友被他的糗事笑惨,纷纷留言都漂亮,可能他是看到大正妹故意找个话提前来搭闪的,我觉得量比他美啊。